提醒您元旦廉价离岛航班的机票 包括台东蓝宇 今天上午8点已经开放订票了 但是仍然是以离运需求较大的 澎湖 金门还有马祖等离岛航线 为输运重点 提供1000多架次加班级 而根据民航局的规划 澎湖航线将有496架次 将近4万多个座位 那么金门航线有510个架次 49000多个座位 而马祖航线有82架次 5500多个座位 三里岛航线共计提供1000多个架次 那么后续将会是需求状况适时增班 低薪旅客如果因故无法搭乘原航班 一定要在起飞前取消定位